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嘩,這麼好的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我也是一位同類療法和自然療法的醫生 我在香港大概八、七年回來香港 由加拿大畢業,做了幾年之後 回來香港成立了一個自然醫療的診所 我們其實回來香港還有一個很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夠為香港做一些事 主要在醫療方面做一些改良 在我旁邊,金銘言 或者可以自己講 叫我阿金,我本身是做媒體的 做media那些事的 各位聽眾好 我本身也是香港這麼大行動的義務幹事 袁醫生,我想問一下 為甚麼會有這個節目呢 叫香港出路 那是不是香港 是不是沒有什麼出路 才我們需要有這個節目呢 其實我相信香港的封煙節目其實很多 其實香港在過去多年來 也有很多節目是談論香港的問題的 但是我們可以感覺到 就是這麼多年來 雖然大家有人說 有人批評 指出問題 但是其實始終 這個問題是這麼多年來 其實是沒有甚麼解決得到的 那你記不記得多延傳呢 我們經常去香港大學 中文大學 參加那些學生搞那些 就是討論啊 就是關注那些社會上的問題 學聯啊 學聯啊 那些活動 其實當時我有一種這樣的感想 就是說 我發現現在學生所談論的問題 是可以說我三十多年前 回來香港 加入一個叫做海外留學生的協會 當時黎錦松呢 都是我們的戶友來的 我很記得他的 梁錦松 梁錦松 是的 那麼他 結果我們很多的 就是那些畢業心啊 戶友啊 很多就成為香港大學的 教授啊 銀行家啊 那樣子 好像黎錦松呢 有一個相當好的成就的 但是呢 我那天是我們 就是去了幾次大學呢 我們發現呢 其實我們學生所關注很多問題呢 所討論的問題呢 可以說呢 同三十多年前 我們當時 阿黎錦松啊 和我們幾個大學生呢 所關注所講的東西呢 其實是一樣的 那當時的那種感覺呢 就是為什麼呢 這個問題呢 講來講去都講不完呢 就是很明顯呢 就是說呢 這個問題呢 講了這麼久呢 都仍然存在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很明顯 就是三十年都沒有解決到 三十年都沒有解決到的 那你聽回我們過去呢 香港有很多人 很多名嘴 那不斷就會做很多節目呢 就是很普遍的節目呢 那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入了建制的立法會員 那你可發現呢 始終到今時今日呢 很多我們過去的問題呢 到今時今日呢 只是越來越嚴重的 好了 那這件事呢 導致我們想起呢 其實呢 批評呢 其實很多人都會的 有些什麼事 叫人下台 那其實很容易的 但是有時候呢 我會問一下 就是我們 如果我們 置身在那個人那裏 那裏 如果你是董特首這樣 那你能夠做到些什麼呢 現在爭特首了 爭特首 那 通常呢 有時候我會問一下 就是我會問一下自己 或者問一下其他人 就是如果你要批評別人呢 你 我覺得應該呢 你自己應該有些少少 解決的方案 是不是 不要只有一個講著 只有一個鬧著 然後下台是很容易的 但是如果能夠自己提出一個方案呢 是真的可以幫香港解決這個問題呢 可以這樣說呢 過去呢 是很少人提出的 那袁醫生我又要問你一個問題 其實 解決問題 香港很多這些團體 是 可以這樣說 我也參加過很多 經常去聽聽他們說話 是的 就是很多 比如你說醫療 有醫療專業團體去提出解決方案 教育 有教育團體 就是提出解決方案 經濟 所以政治 全部都是很多專業團體 解決方案 那 但是我認同袁醫生你說的 就是 就是 那個問題是 就是我們作為香港人是 似乎我們的生活這個地方 好像 那個問題愈來愈惡化 面對的問題愈來愈兇險 是 出了什麼問題呢 哈哈 其實我們會想到 為何這個問題會 經常都是纏繞不清呢 其實呢 我覺得是很簡單的 很明顯 為何問題未解決 一個簡單的原因就是 我們根本就不明白 未能夠洞察到問題的核心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那些東西呢 在他周圍呢 來到 來到 談來談去的 就是我們 以你所說 就是 很多這些 專業團體所提出的問題 那個核心 其實是假問題 那 始終它 就是問題 仍然存在 是不是 那你討論那麼久了 那個問題始終好像未始解決得到 那就是 簡單的結論就是 其實呢 大部分人呢 可以這樣說呢 根本就未能夠洞察很多問題的 核心在那邊 未能夠一針見血呢 是了解和直擊問題的根源 好了 還有一個問題呢 我們過去呢 香港一般的風氣呢 其實很多國家都有這個情況的了 大家都很多時候呢 是過於依賴一些所謂專家 所謂這些行內人士 專業人士 來幫我們解決問題的 就是在我們的教育裏面呢 我們常常都好像覺得呢 就是這些東西呢 我們不是很懂的 就是我們沒有受過特別的專業的訓練呢 所以呢 我們是可以說沒有資格去思考 也都沒有能力去解決的 於是乎呢 我們過去很多時候呢 有這些問題呢 就找一些專家上來 那你就問他們了 那他們就說一輪一輪的耶穌呢 但是始終你會覺得呢 就是這個問題好像到這麼多年來呢 是一色一樣是沒有解決過的 那其實呢 我看到一個問題呢 就是呢 其實這些所謂專家呢 其實很多呢 都是這些所謂既得利益者來的 那 而這些這樣的既得利益者呢 是往往呢 是這個制度裏面的 問題裏面的受益者來的 那 可以這樣說呢 其實很多問題呢 都是這些這樣的專家呢 在他設計他的專業那個利益那方面呢 就是製造這些問題的 如果他們一瞭解這一點呢 那我會知道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單靠這些所謂專家 來到為香港人 看透的問題 從而走尋一個解決方案呢 是不可能成功的 原醫生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就是說 這些專業人士 在他的那個行業範疇裏面 他是靠這個問題 來建立那個明星 和那個社會階級 和去 去 靠這個問題 找飯吃 是不是這樣呢 某個程度上你可以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 就是說如果解決了 的問題 他就沒有了這個問題的話 他就 就是 沒有了這個社會地位 沒有了個飯碗的了 是的 那其實呢 就是這個問題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時候 這些所謂專業人士 專家呢 社會呢 很多時候呢 都是找一班這樣的人 這些專業人士 希望他們呢 以他們專業的知識 做一些事情 是維護我們香港人的利益的 那這個責任 就是他們的所謂的任務 就是這樣 那我們怎樣去 就是回報他們呢 我們通常呢 就給他們一些特權 就是有些事情 只是他們做得 這樣 那這些專業人士 有這些特權之下 就很容易 這個特權呢 就很容易 是很容易 是將自己的收入 是因為這個特權的關係 是提升了的 那這些香港人 就是一個 金錢為主的 為常的社會 錢越多 社會地位 那個尊敬呢 就越高了 那好了 那我們要了解到 其實呢 過去呢 就是歷史上呢 有很多些所謂 偉大的領袖啊 偉人啊 奸地啊 羅斯福總統啊 就是所羅門王啊 就是大偉王啊 不知道有沒有真正的 這個皇帝存在呢 那總之呢 其實呢 可以這樣講呢 我們過去呢 歷史上呢 出現的偉大的人物 是不少的 但是為什麼呢 到今時今日 這些人 來 做了番事 去 最終最終呢 那個問題呢 似乎呢 是越來越差的 好了 那我體會到一點呢 其實呢 香港人呢 過去呢 是很喜歡呢 有些什麼事呢 就叫政府去做 有些什麼事呢 就政府解決 我們是賴了政府的 OK 好了 我們不了解呢 其實呢 很多這個所謂政府 政府不是一個智慧的老人 在這裏主持公道 將資源呢 公平分配 即政府的性質 從來不是這樣的一個性質的 政府就是一班人呢 其他利益的人呢 在那裏搶那個資源 大家爭斷這個 和權力 和權力 好了 而很多時候呢 我們會 寄望一些所謂 我們選出來的議員 因為他有 希望他們呢 幫助我們香港呢 或者香港人呢 爭取一些利益 或者解決香港的問題 但我們發現呢 很多時候呢 過去都接觸過很多不同的議員 你會發現呢 每一個議員呢 應該是全世界的問題來的 即是他得選呢 他會做很多所謂叫做 承諾的 那你知道啦 很多的承諾呢 是大家有互相矛盾的 那就是說呢 很多這些這樣的 上了任的議員呢 很多時候呢 他們其實很多所謂的包袱 這些有矛盾的承諾呢 他們反而是做不到任何事情的 我最近有一次呢 在報紙上呢 是看到 香港有一位律師的議員 那他自己 他跟那幫學生談的 他說呢 我做律師 和做一個議員呢 覺得很大的分別呢 我做律師呢 我起碼做些事情呢 是有結果的 即是打官司好 贏好 輸好 只要有結果的 但我發現呢 我做議員呢 可以這樣說呢 是做些事情呢 是毫無結果的 我亦都很記得 是很幾年前 那當時呢 有位 陸公衛 他搞一個黨 當時我亦都有參加的 OK 好了 那當時呢 我看到陸公衛呢 曾經在Email 給那些會入 即是那些 那些黨員 那樣 那樣 就解釋呢 他說為什麼我們要參與政治呢 原因就是呢 我們不想給一些低劣的我們 低能的我們的人呢 來統治我們 他當時這樣說了之後呢 我覺得很對的 是一個很智慧的說法來的 但沒多久呢 他自己都放棄了 然後看到呢 即是很多人呢 走到立法局 以為能夠大展權局 為香港做些事呢 你發現呢 那個遊戲呢 是完全不是這樣玩法的 即是很多事情呢 可以這樣說呢 你根本是玩一個政治的分配 對黨主黨之間的大家的拉攏 而不是呢 是會為香港人 真正為香港人呢 是處理香港需要解決的問題的 那袁醫生我想 簡單一點去說 即是說 即是說 即是人類 即是近這二千年呢 當人類面對問題呢 我們經常有一個想法就是 最好有一個救世主下來拯救我們 是 即是就是政府的 如果用你剛才的說法 即是 那幫人認為自己是救世主 我來去解決這個問題 是 其實我自己個人看這個思想已經是落後的 即是已經是解決不了問題 由救世主的時代 事實上呢 即是所謂厲害的那些所謂領袖呢 政治領袖呢 其實出現過不少的 但始終呢 我們看到了 是吧 人類面對的問題呢 是越來越嚴重 是吧 即是那個根源是哪處呢 即是根源呢 就是我們過去呢 想的那套方法呢 我們依賴那套 解決事物的方法呢 是很明顯是有局限 是可以說行不通的 是行不通的 OK 那我們的 其實呢 我們想到的一件事就是呢 我們其實每一個人呢 真真正正能夠解決問題的 是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香港普通市民 每一個地球上的普通人 能夠付出少少 付出少少 不用很多的 你做少少事呢 其實這件事呢 就令到很多市民呢 是很快地解決得到的 我給一個 一般人呢 經常覺得 哇 即是我們 即是我們 即是一個人做得些甚麼呢 是吧 我們需要很多人團結 團結就是力量了 好了 那我覺得呢 講團結就是力量呢 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當你一講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 望向左 望向右 有哪個人一起走 是吧 到頭來就沒有人走 到頭來呢 譬如你說 我們需要十萬人 或者需要五十萬人 來到街上走 那就給政府一個很清晰的訊息 這樣 很簡單 那你經常這樣想 哇 五十萬人這麼容易嗎 怎麼找五十萬人走街呢 但其實呢 如果我們想深一層呢 要這件事發生呢 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是非常之簡單的 只不過 我們每一個人 問一下自己 我們在某時某日 某個時辰 我們願不願意 在指定的地方 走它一個小時的路 天氣都不應該太差的 那其實呢 要五十萬人 一百萬人 成功地走呢 其實那個關鍵呢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問自己 我能不能夠 在某時某日 或某月 在街上走一個小時呢 其實是一個 這麼簡單的決定而已 如果這麼簡單的決定呢 就會成名這件事 是很容易出現的 其實我們03年 七一大樓行 已經試過一次 那一次的威力了 是啊 那其實那個 要這件事出現 那個重心在哪裏呢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問我們 能不能夠在某日 走一個小時而已嘛 是這麼簡單的 我們不需要想到 有沒有五十萬人走 我們只需要問我 我的腳 有沒有這樣的力 能不能走到這樣的路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是 袁醫生 我們稍微有一個小優先 好的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過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這樣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 這麼繁忙的時候呢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 接地器的治療了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各位聽眾好 又回到香港出路這個節目了 袁醫生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有什麼不同 香港出路這個節目 和一般那些 經常說解決問題的節目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我們希望 能夠從一個 務實一點的方法 來看問題 以及從而 最重要是提出一個解決方案 我們覺得 如果我們能夠 將所有的問題 分開四個方法去講 第一 我們說到底問題的核心在哪裏 如果你能夠用兩三句 說得出問題的核心 通常你都很了解問題的重心點 好了 一了解到問題 我們就會問 到底問題為什麼出現 這是第二部曲 第三部曲 知道問題的成因 我們很容易聯想得到 提出解決方案 但最終最終我們覺得 理論上的方案是不足夠的 我們最後希望 有什麼具體的行動 香港人可以每人出少少的力量 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了它 好了 這次我們首先討論的是關於醫療的問題 你知道了 我們香港過去近來的健康問題 可以說是越來越嚴重的 由哪裡可以看到呢 第一我們看醫療的經費 雖然不斷增長一下 由醫管局成立50億到今時今日 300多億 可以這麼說 如果我們繼續下去 遲早就破產的 但而事實上 香港人的慢性病 似乎越來越多 而那個慢性病出現 不是因為我們年紀老化了 所以慢性病自然會多了 而我們發現 慢性病出現是有 年輕化的趨勢的 那麼我們在跟著17的一連處的節目裡面 我們就會討論一下 到底為什麼這個問題出現呢 這個問題怎麼去解決呢 為什麼會變得這麼差呢 還有我們個人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雖然在這個17裡面 我們今天是集中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最近香港立法局 在討論著有關那個 醫療儀器規管這個法案 那就是我們最近 你好像在電台上 或者在媒介上看到 現在香港議員 怎樣看這個問題呢 哦 在5月25日 就立法會有一個辯論動議 是由民建聯的李國英議員提出的 嗯 就是因為那個PAAG那個 濃胸引致的問題 而動議政府盡快去立法 去監管那個醫療儀器 是 嗯 在當時 因為我自己做媒體那些 那我都會去做一些採訪 那麼 自從我們組過 因為這個PAAG問題 鬧得很大 那個問題 那麼 我記得在上個月頭 政府去 因應這個問題 就想說 想有一個緊急立法 當時我真的很不明白 我以為他是禁了他的 是 誰知道他說不是 原來是 緊急立法 只有註冊西醫才可以 可以用那個PAAG 那我在想 那已經證實是危害人體的了 那難道一個註冊西醫 在他 在註冊西醫手上 這些會變為無毒性的呢 無毒的東西 因為他是一個註冊的 醫療人員 所以呢 毒的東西在他手上用 就會變成無毒了 我就覺得一個很荒謬的事情發生 就是 居然在立法會裡面的議員 居然看不通這一點 而 就是我在其他的媒體 他大肆去講這 我說 就是 那不是很荒謬嗎 我以為你說禁了他 那現在就可能 政府或者有些壓力 或者衛生署有些壓力 輿論方面 是的 衛生福利局 有些壓力 這樣 現在就 又是徵詢過外科整形學會 他們九成的會員都是沒有用到的 當時不是這麼說的 那現在就說 要立法全面禁止了 這樣 那我就覺得是一個疑問了 那如果這樣讓你過了一條法例 那豈不是很危險嗎 好了 那因為這個PAG 他們開始又舊事重提了 就說回規管醫療儀器 實現這個問題了 那我們呢 在電話上 我們Nelson Nelson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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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西雄 我是金永賢 叫我金仔 金仔你好 是 那我也聽了 你們有少許介紹過 是 是 但我都在立法會上聽到 另外的過程 聽到這個結論 正如現在醫生說實 我們2003年就開始跟這個醫療 跟到現在了 是 最初我們 我想很簡單地說一說 由最初開始 2003年7月 我們看到一個技術 醫療器 規管 我們第一個時間 我們聽到這個醫療的話 當然是舉手舉腳贊成 是 是 我們也有機會 也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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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會這樣 是的 我們當時第一個想法 問我贊不贊成 也有些議員 就是我們有其他議員 有醫療器的規管 你們贊贊成 我第一個說 當然是贊成 我也覺得是好處 是 但是呢 既然贊成 我負責任 就去看看 資訊文件 是資訊文件 是的 那一看之下 就發覺 咦 我們覺得嚴重 這條治療的靜治 在它的客戶外面 是寬得很少的 是 那就是說 本來就是 其實我們一般市民 但是理解的之下 其實是 引致服務 是很寬的層次 而是很寬的層次 也有不同 那自己用來 就比較好 敏感回應 這個項目的問題 是 我現在有這份文件 在手上 我讀一讀給香港人 聽聽 什麼叫醫療儀器的定義 好嗎 醫療儀器的定義 的凡字 除了藥物之外 凡能夠作診斷 治療 或者監察 疾病 或者損傷 或者康復用途 而在使用後 可能會改變人體結構 或者功能的任何器材 工具 設備 物料 物料 和其他的物件 這個呢 就叫做醫療儀器 好 袁醫生 是 我即時想到 是 譬如 袁醫生 你幫病人看症 有時 看口腔 有條雪條棍 類似雪條棍 放進口裡 那 那都是 這個屬於醫療儀器 沒錯 這個屬於醫療儀器 是的 即是這樣也是 我們都會用到的 我們 我們不容易跟別人 我的藥 都是用雪條棍去的 都是醫療儀器 是 其實可以這樣說 世界上 很難沒有一件事 是不可以 被這種定義 是定為醫療儀器的 即是說 所有世界上物質 所存在的東西 都可以 是需要監管 需要做註冊的了 這個對我們的形象 當然是說 如果它減盤 那就是我們擔心的問題 或者我提出 要見到的問題 首先 我們很多 我們盡口這些簡單器具 的盡口商 或者是代理商 即是要見解一個 醫療儀器的盡口商 這個自然就牽涉到 一個註冊登記的身份 沒錯 之後他們的器具 即是我們賣的工具 或者我們用 又要剝變了一個本色 去做一些註冊登記 甚至證明一些它的功效 是的 它的安全性 其實這個成本 當時的第一個感覺 已經加上很多了 現在是沒有必要的 所以我們覺得 其實那個必要性是不高的 我們一討論下去 其實現在 反正正正正正 整個在治療儀器的討論 就去了集中處 海光、激光 是的 而且一般 我聽到一些醫療界的人說出來 就是激光很大的危險 或者它的功率很強 它是金屬玻璃 都會割開的 可以給美雄私用 是的 我覺得這些是健相取義的 誇毒最重的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上課 我們上課 用一些Laser 就是激光 大家不說任何東西 大家都知道 而且我們不用 我們不可能 高能夠公平 但經常都不得到 表述 很難做個細節去清晰 我發現一樣 我們清到治療儀器這個指數 整個討論 我們跟衛生署 跟醫療界的開口 都知會師 所有討論的集中 都是利用自己的 是的 細鴻卿 我又從另一個角度看 從市民的角度看 是 就是 規管有什麼不好呢 你說這些討論的討論是你們的業界 最重要是市民得益就可以了 是的 沒錯 但這個看問題 我想就不是順序 我想所有全部東西都管了最好 就是賣A科技都管是好的 是 市民得益 都管了這些成分 究竟有什麼 不要有些危害 很多人看到大陸的資術 都說有些不好的文質 那是不是要管去做資術呢 做資術要力排呢 我發覺其實在我們美容裏面 究竟我們要用 我覺得平衡很重要 我們要用一些去義氣或者物料的需求 究竟它的危機性高到哪裡 是不是高到遠不可 或者沒有其他方法去管 但是我們美容的體法 我們一直在講一個點 都未被肯定或者未被接受 就是我們不怕你管 不過我們分開管 你管醫療者那邊 你醫生你治醫療界自己去教授 於是認為我們為了保障市民的安全 或者利益為大前提的話 不要緊要 你認為我們比農資高風險相當的 管理農資 是的 我們這麼簡單的要求 真是這麼正面的活性 都不必接受 第一有 世宏兄 我又想問一下 醫療規管這個條例 我以我一點點看見的資料 是因為消委會說 有人用過這些服務 就有些受損 那究竟這個投訴是怎樣的呢 正如我剛剛 對講我們放在全香港市場 我自己都去全香港市場 各種的數據出來 消委會給我 我聽我們去問的 他在書面當中給我們 因為他給我的數據 我當時是年頭問的 今年年頭 他就說是年頭三季 年頭三季 即是前三季 是 他收到的激光 有關激光 在美容宣 收到的投訴 就是有五宗 五宗裡面 五宗都是不適合作用 即是說這五宗的投訴 其實可能是它的效果不理想 可能是服務不好 可能是收費的爭執 這個我想和安全性是完全兩個世界的指令 然後他又提到 有四十幾宗 甚至五十幾宗的 當時有三十六宗 零一燃到零二燃之間 它在投訴裡面 亦有活動以上 都是牽涉到那個所謂的風險 即是那個撥狀 而牽涉到的撥狀 可能它是說它適到 又申了一切了 有些是有牆壁 有些是有犯行的 那就是投訴 但是我們看回 它前公佈的時候 大家有關心的時候 都會看到 因為它說 你看看九九年 但是二千年是很少的 只有一兩宗而已 現在大幅上升到有幾十宗 那是很嚴重的一個升幅 是真的很緊張 我是說近幾十倍升幅 但是我一直都強調 要它拿幾個數出來 我都不做到 究竟九九至二千年的時候 究竟有幾多人提供服務 有幾多人接受服務 到今次今日這個數據出來 又有幾多人提供服務 或者接受服務 那你才看到那個件數 沒有幾多的調查 可能一萬裏面有十宗 我舉了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就是我告訴你 在一百年前是沒有凶爛死的人 凶爛是沒有死的 外頭兄弟都沒死 還沒撞死 是 那你今天的凶爛是否很嚴重 因為應該沒有被自己被行 我覺得情況不是這樣 是密度高了那麼多的時候 其實如果拿個基數出來比較 我們相信是安全了的 因為我們不介意到 其實以前操作 或者容有這些義氣 或者他們的義氣的成績 是跟現在的傳統好一點 但是完全沒有基數的情況 拿出來 其實我覺得是 在某情況我們可以 這樣一某的情況 是撥撥緊我們的 有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我有當時的數據在此 01至02年之間有36宗投訴 其中只是 正如你剛才所說 大部份的投訴是關於收費 或者效果未如理想 另外有三宗投訴 是跟服務後 有些所謂過敏反應 六宗是服務後 有些輕微的疤痕的留下 OK 好了 我們其實要考慮一點 這些這樣的問題 就是一個病人的 或者一個用者的皮膚的過敏反應 或者有疤痕的留下 這些這樣的問題 是不是註冊可以令它消失 或者減少呢 他們一般的假設就是這樣 因為美容師都可以用 因為香港可以這麼說 儀器不需要註冊 基本上又沒有什麼規管 任何人買得起的 能夠用到 有人肯讓他用 其實都可以用到這類的儀器 他認為因為這些這樣的儀器 給一些美容師去用 就會比醫生註冊西醫用 問題就是這樣 一般的註冊西醫 在用這些所謂美容儀器方面 我不知道他讀在醫學院裡面 有受過多少小時的訓練 據我所知是零的 大家都從零開始的 但其實我們覺得 電視應該公平的 就是公平的 就是我保障指紋 我沒有問過 那我覺得是OK的 有風險的 比如我們現在跟衛生署 美容界 治療界 最清楚一個方案 就是我們給一些受護 經過一個考核 就像考核一般 有考核的 有一個不試 有一個操作的考核 有一個十號子 兩樣都可以用 這樣應該是合理的 再培訓 再培訓 這個考核 只是限制醫療界以外 才需要 醫生是不用的 醫生不用嗎 為甚麼他自動認識 醫護人士也不用 為甚麼他讀他學校有美容讀的嗎 醫護人士還有很多個計 你說皮膚科醫生不用 你說註冊西醫不用 他們讀過一些 肥膚科醫治解剖學 所以他對病死 或者他分析病症 是有一定的認識 我不明白 因為我也問過這個問題 醫護人士包括了甚麼 我忘記了 他有13個客人 但當中我也很明顯 座產市是 座產VY也是 他也是醫護人士 看不到為何他不需要訓練 他可以用 只是醫護人士 我不是說他們不專業 但他不是在這邊的專業 據我所知 在我讀著骨神經科14年 都未學過任何有關激光的訓練 為甚麼他們不需要經過這個考試去用 如果是為史物福祉著想 為甚麼會有肥膚科醫治 而我們認為都不是很合適 我們其他人做 除了治療系統以外 所有人做都要考這個資料 醫療系統其實不是 但他們說不到我 有部份醫療 可能專業根本不是這個環球 他們也不需要 但這跟剛才說的PAC 是類似的 我問過大家 你們不同了 那我就按它 如果問他們要動 就不用按 那便不需要 我覺得本質是這樣的 其實我亦都認識 有很多人 其實是接受這些所謂激光的服務之後 他們是講一些皮膚科醫生 或者普通醫生去用的 出事之後 他們通常是私下底作些賠償解決了 我們看到其中一個理由 為甚麼用這個規管 他認為規管之下 投訴方面有一個正確的渠道 但我們經驗和外國的很多數據顯示 很多時候病人如果是醫生做出事之下 他們的投訴的傾向是少很多的 其中有一個數據 甚至乎在法國 二萬個個個案有問題 例如食藥出現問題 二萬個裡面只有一宗 是真正有投訴而受到紀錄 在美國的數據 只是有一百分之一的人會投訴的 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是被醫生用 只是被醫生用 市民有一種假的安全性 他以為醫生用是不應該有問題的 如果有問題 他認為是跟自己的問題有關的 自己皮膚敏感而已 可以說這種機制 反而令更多人受害之後 都是投訴無路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規管 只是醫生專用的規管 是有出現這些問題 對消費者絕對不是一個保障 其實我們自己的態度看到 我們跟計劃都直接去看 補助市民安全或者行政 我們的專業 其實都是對我們有幫助 對市民安全也有幫助 但是我們會看到 人們什麼都用醫療自棄的聲稱 或者去監管的話 我不知道為什麼醫療自棄的監管 如果真的有監管 我們用什麼身份去參選 或者去監察 甚至有些新的東西出來 到底我們還有沒有機會去討論 如果你一定記定事實之後 我看到可能你有個網站看著 但是網站是不是醫療自棄的監管 這個網站會有被用的人坐在那裡呢 很明顯 如果名字是叫醫療儀器 那美容界的美容師不是醫療人員 所以他們一定不需要你參與 這個可以這樣說 是不關你們的事 所以雖然你們是直接受到很大影響 香港的美容人員有多少人 大概有 以前也有幾萬人 我低口數那天有10萬 有沒有這麼多呢 其實這個你數排我們一些連帶的 例如我們一些支援工人員 即是在家的美容院裡面 還有其他美容師 我們一樣有清潔的策策 我們一樣有匯計 我們產品裡面 我們一樣有很多義務人員 我們那些全部都是一些 我們叫做行外人 那些全部都是昨天年的被影響者 如果真的會有一個影響 我看到觀察到過去幾年來 每次要提出監管 通常都是跟美容界出現的問題有關 最初就說激光的問題 最近就說PAG 你可不可以告訴你 到底PAG到底是一回什麼事 裸籠去脈是怎樣的 PAG這單是我們覺得吃死貓 第二次吃死貓 我們四月份就有幾個利用社會 一起聯手召開了建制招待會 我們的主題就是要抽出真空的 還我清白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4月13日 那個委會公佈了這個調查之後 一個香港兵兵及外國聯合會裡面的調查 就說有一個暫時來知的 那次有一個叫做逐漫接觸 引起大家很關注 第二天你會看到 十分百分的報紙參加 都在頭朝圈反去指殺美容界 指殺你 是的 然後美容界沒有枉管這些呼聲 就以為把口袋賣出來 就說一早都叫了管治療治 政府不聽 現在就叫死人才肯管他用 是的 是的 那我就覺得第一 這件事為什麼是關治療治療 是 為什麼要死人呢 我們什麼時候死了人呢 是 而且這件事根本就不是 我們問了國際 我們出去問這個療治療 沒有人敢打 不要說自己打 他看到都害怕 實際是怎樣 這個其實很多報紙各的 我都不再說了 那些叫公開秘密 現在的問題就是 醫療是不快報辦的 醫生不可以賣廣告去招待生意 於是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們知道有些司太祖醫生說 喂 還用什麼查 看這些檢視廣告就知道 是你們美容的 全部都是你們賣廣告 這個有一點點面對 當然是全部我們賣廣告 因為我們不能賣廣告 原來原因是 現在這個情況是怎樣呢 其實我們了解過 有些人是賣廣告說有注射龍空的病毒 究竟是怎樣做的 其實他是跟醫生做一個合作方式的 可能請醫生去打 或者將醫生做一個合作關係去做這些服務 是 其實我們就負責什麼呢 去港同接客 是 一開始診療回來之後 都是先去注射的 是 打完之後就不要和尚了 是 現在出了事 就推下你 然後你那些人就是你們做的 我覺得這個第一是很有問題 第一是很有志氣 第二是很有問題 如果說到這麼危險的話 或者這麼多問題 就是作為一個醫生 無論是授評也好 有一個你們自己合作 或者甚至自己開任何選都好 你粗糙幫人輸射那個是醫生的話 他應該判斷這個人 這個物料安不安全 這個才是我們要找醫生合作的原因 如果我們自己得的就不用找人合作 作為一個醫生的專業 你都不應該說 如果我給你錢 你就幫人打他 你都要看看那樣東西 安分安全 是吧 我覺得我們把這個物料交到美容 我覺得完全是亂來 我就要求他們把那些物料拿出去 有沒有一宗證實是美容師做的 在香港暫時 有沒有一宗證實了的 暫時就沒有 暫時一宗都沒有 OK 報紙說到好像全美容界做出你的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這麼嚴重 我們要急起直追 就把這個儀器監管它 他們的假設監管儀器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這個邏輯就是這樣 全是李大火的邏輯根本 監管了這個儀器 會有這件事 但這個PAG在外面已經禁止了 在中國也是禁止的 即是說在監管嚴禁之下 問題仍然出現 中國應該是說 中國應該試發之後 他曾經禁止了 曾經禁止了 現在就撤出了 再有一個討論之後 真的完全禁止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是有幾點 不是好效果策或者矛盾 剛才香港有一個儀器監管已經實行了 我可以告訴大家 你會有些漂亮質素的PAG用 會沒有PAG的 醫生也有很多人都說他正在用 這裏衛福局都說你們醫生用 注射在鼻子上 是的 你們還注射過 中劑前一支少許多劑量的就給它用 就算有也不會沒有治療癌 所以有治療癌癌也不會沒有PAG 這個問題是 是很漂亮的PAG 即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是漂亮與不漂亮的意思 是毒藥就是毒藥 純的毒藥和不純的毒藥 都是毒藥 現在的問題 你看到這麼多個案 是因為JC體內發生毒藥的問題 是他移位 是他被注射得不好 可能就進入另一個部位 注射到血管 就去了選 全部都不關JC一部問題 是那個行為 為什麼有人敢把注射這麼多下去 那你說如果這個問題 很多時候是出現注射的人員 注射的手勢不好 但現在中國所見到的幾宗 都全是醫院的環境做出來的 是出錯的 是嗎 他們都在監管 他們都在監管 是嗎 好了 所以這樣引申 就是監管美容界 就解決了這件事 或者金書就不會這樣 我覺得是完全是 沒有這個 完全沒有邏則關係 還有沒有實在的根據 也沒有實在的證明 監管醫療儀器 會帶來市民的醫療用法 是更加安全的 是沒有的 是嗎 在外國 譬如他們說 我要跟隨外國 譬如我們叫做 Harmonizing Task Force 一個協調的國家 醫療儀器協調國家 其實他們包括美國 歐盟 日本 澳洲 他們會用這些國家做例子 據我所知 在今時今日 最近大家不知道 香港人有沒有這樣的數據 其實在3月2004年 在美國曾經有三個西醫 兩個醫學博士 PhD 是收集152的醫學文獻 這些我叫peer review journal 即是同行鑑定水準高的 醫學文獻的數據 他將這些數據加起來 他已經發現了 原來今時今日 在美國是導致美國人傷亡 死亡 最主的原因是西醫所做的事 他死亡的人數 大約是69萬9千多人 第二個死亡的原因 就是中風和心臟病 而第三個死亡原因 就是癌症 是55萬多人 即是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經常要跟別人跟別人 好像別人做了之後 就整個醫療問題解決了 你看日本 你看最近日本亞洲周刊上演的事 日本已經發現了 日本人用了31兆億日元 處理健康問題 而醫療問題 仍然解決不了 現時西醫所用到的東西 是五分之一是西醫治得到 其他人是用不到的 即是應該看到 根本我們經常要跟別人跟別人 那些國家有什麼好學呢 那些國家是否經濟比香港更好呢 記住 我們經常說 香港人的預期壽命是非常之高的 那個男性78歲 女性82歲 差不多全世界排第二 好像男性排第一 我們要想一下 我們達到這樣的水平 是否在醫療監管儀器之下有呢 我們可以這樣說 我們過去是沒有醫療儀器監管的 到底出現過什麼問題呢 到底他們說 PAG那個雷石激光 我們已經發現 到底有多少鐘 是真的因為他沒有監管之下 而出現問題呢 我們發現事實上 很多時候是根本在監管 受過專業訓練的醫療人員去用之下 其實是一樣出現問題 是的 那個問題呢 譬如你說皮膚敏感 皮膚敏感 不是說 我醫療儀器可以告訴你 你這個人有沒有皮膚敏感 這是個別每個人的皮膚質素 而出現的問題 這些問題 根本醫療儀器監管 是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這是這麼簡單的邏輯 其實我經常想問 到底我們推動這些規管 到底哪個人會得益呢 Nelson 你估計一下 如果這個條例出現了 有些什麼人會得益呢 我們很簡單看到 譬如我們收集金剛才說 其實很多治療儀器 在2003年到現在 其實很多人最多 曾經提到的就是採光激光 是 經常都是採光激光 沒有人說洗佛器 沒有人說金藏器位 洗塵管是洗死過幾個人 大家都知道 是啊 沒有討論過的 從來都是採光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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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然後拿出來給傳媒看的照片 拿就拿到幾張 這張最可憐的東西給大家聽 好了 大家也說不要給我美容師做 美容師 等於給我們做採光 等於給小學生拿把 boss 採光手採光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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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危險 是 對這個言論 你為了什麼呢 說來說是不要用我們 是的 即是那條條例是世鵞輕 是註冊醫療人員才可以用得 那條條例 他現在還沒有條例 即是當時的建議是否註冊 方法就是活著義氣的進口 首先是變成一條義氣進口 然後義氣需要作登記、註冊程序才可以下行 當然這個程序也意識到你要提供很多物件、很多手足 然後要管有保存這些銷售紀錄 是的 部份分了四级的风险,部份风险高的仪器 就可能拆除使用者 但具体的表明没有这些资讯的大约方向使用 我觉得其实很多要介绍的讲识都说 采访机关键是不应该使用的 很坦白,大家都知道尤其是这两年因为这个讨论 其实将市场已经在维护了 但早两年很热的时候 这两个仪器真是带来一个很大的市场空间 看到如果这样就突然有一天不能用 这些空间在里面大家一来一无论 那一定是在医疗界那边的 这些利益是我特别人最显示的利益 西龙兄,由于时间所限 我可不可以简单一些 做一个总结,看你和不同意好吗? 好啊 我想给大家一个数据 5月份当时PAAG这个问题 议员质询卫生署 有个数据出来了 在香港有9单PAAG投诉 卫生署说 卫生署说 有3单 寄给警务署 看看是否牵涉无牌行医 有一单寄给医务委员会 看看有没有涉及专业失堂 其余那几单就没有说 那我就即时想 那如果不是注册医疗人 即是西医去做的话 那几单应该是 理论上应该是 当他无牌行医 涉严无牌行医去调查的 撥了给 那他没有提到 那我即时想 其实可能都是西医去做的 那还有 我听了你所说 还有我也有其他的资料 就是说 比如国际美容师协会 他们所有会员 没有一个 是有 够胆去注射这些东西的 那其实 简单来说 就是说 如果 只有注册医疗人员 才可以用这些PAA 之外医疗仪器 那问题是一样的 那现在都在做的 那些都是注册医疗人员 一样有问题发生 其实背后 我自己个人看 是真是一个利益问题多些 是的 没错 你跟不同意呢 我来考翻给一个问题 大家思考一下 是 会不会有一个医疗系统协会 去调查一些医疗失踪的 个案的时候 问在哪里做 或在哪里做 你觉得这个可能性过不了 如果是有问的 为什么不拿出来呢 让你报告 据你所知 其实当时 是有医学医疗团体 就是医学团体 是做过这个调查的 那又怎知道 这个的资料 就不知什么原因 是没有显示出来的 我要求他们 拿个空白文件出来都不肯 连个文件 他怎么问都不肯给你知道 他说如果要拿那一招出来 就会牵涉到那些病人私障 那不如拿一张空白文件出来 给大家看你怎么问 因为我相信 调查医疗失踪 或者医疗事故的一些文件 是问在哪里做 哪个人做 我会觉得不合格 或者不合格上来 世鸣卿啊 真是不好意思 斩眼眼又一个小时 很快很快 不如我们下次再继续 下次再继续好不好 好啊 因为我们的题目就是 那个医疗游戏规管 谁人得益 可以这么说 我们暂时都未入到这个题目 到底我们要知道 背后是什么人会得益 什么人会受害 我们下次会继续和大家讨论 这个问题 好 袁医生有一个ICQ 传了过来 我们下次可以跟上 或者我们问你 问袁医生 水银宝牙的看法是如何 他说他想脱掉它 水银这个问题 在外国是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水银是我们供应的剧毒 除了有一种毒药 是一种放射性的毒药 绝少人接触 可以在自然界出现的 水银是全世界最毒的物质 而偏偏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口里面 背后的问题其实是很多也挺严重 也有无数的资料在书籍方面公布 或者是在网上的 据我所知 在日本的牙医 就已经不准用水银 碎点牙医 水银老早就禁了 在加州在牙医诊所里面 有一张告示告诉我 我们告诉你水银是有毒的 如果你要用是你自己负责 这个我知道在外国已经 开始大家承认到这个水银的问题 其实医疗方面有很多很多问题 我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们现时的医疗制度之下 我们所谓很多的条例 是令到香港人没有办法知道的真相 我们希望能够为香港寻求真正的解决问题 寻求一条真正有效的出路 这个就是我们香港出路 这个节目的设立的真正原因 希望大家光硕参与 令到香港更加好 袁医生 袁医生 我想你可能都需要下次打一回答这个网友 因为他都想看看 他可能用水银补了牙医 他现在想脱掉它 我觉得在我们的经验 不是说脱掉的 你有问题会解决得到的 问题有很多方面 最重要是看看你的问题是怎样 但我据我知道 其实水银在我们身上是不断流失的 如果你把舊水银挖出来 你会发现其实40% 60%的水银已经进入了你的身体 所以可能作用不一定那么大 除非你有些很古怪的病 你是解释不到 而你满口都是水银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会考虑想办法把它清走 首先 袁医生 我们短短有一个小时 即是 即是不太够猴 是 我们下次可以 我们下次都要 继续这个题目 因为我们的主题目 到底哪个人得益 我还未曾说得到 好 多谢大家听众 这么捅长 希望以后 希望大家多参加参与 给我们一些意见 打电话进来也好 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